大一三年,我们的心里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2020年是恐慌中还有点小兴奋 恐慌是源自对病毒的未知 新冠的传染性如此之强 似乎比当年的非典悠悠过之 李文亮等医护人员的去世 还有那些素未平生的无辜者 都让我们始终被笼罩在一层恐惧的阴霾之下 但恐慌之中却又夹杂着那么一丝小兴奋 这丝兴奋是因为以往波澜不惊的生活 突然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于疫情和风控 以往每天连转运转的琐碎日子 终于被安向了暂停舰 可以名正言顺的躺下来歇歇了 记得疫情爆发时 媒体特别爱说一个词叫做拐点 人们也特别爱听这个词 因为它代表在高峰之后 病毒将会屈服在人类无所不能的科技之下 但仅仅一年后 随着新冠变异毒注的不断出现 病毒的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疫情也都以榔头吸一棒子 毫无消退的迹象 绿马和口罩成为出行的必备 隔离和风控也成为了人们最担心的事情 许多人开始在不确定的生活中艰难度 很多人都在无休无止的反复风控 反复停工停学中 陷入了间接性的抑郁症 科学家和专业人士们一会乐观的预测 疫情很快就能结束 一会有悲观的估计 疫情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结束的 古人说大疫不过三年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对2022年 充满了期待的 期待某一天 我们一觉醒来 就能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 也许是新冠彻底消失 也许是病毒被人类征服 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 盼着这一天赶紧到来 在20条有法政策出台以后 很多人都为此叫好 他们害怕在家隔离 期盼着多一点的选择空间 但好景不长 就在20条宣布不久 奥密克戎好像痛的人性一般 有一种更加猛烈的姿态 再度袭来 疫情在国内很多千万级人口的 大城市里不断出现 孩子停客 大人停工 快递停运 城市停摆 百姓苦 国家难 所有人都被折磨得筋疲力尽 所有人都焦躁不安 只有排队做核酸 成了日常生活的标配 人们仿佛都被偷走了三年时光 在这三年里 没人能在公交地铁上开怀大笑 也没人能在旅途中一帆风顺 这三年损失的不仅是经济 更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人们在病毒中被病毒一点一点的驯化 这种情绪基础 也是国家进一步优化的现实环境 新冠病毒对人们的驯化 就好像一座监狱 刚入狱的时候 你痛恨四周的高墙 但慢慢的 你会习惯于生活在其中 最后你会发现 自己不得不依靠着它生存 新冠肺炎就好像把全人类都 关进了一座没有自由的监狱 人们都在被渐渐驯化 所以就算现在国家优化了防疫政策 很多人仍然会选择待在屋子里 不要出来 想要实现群体免疫 当然需要以感染一群人为代价 但现在我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代价 去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 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显然是不够的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意识到 所任何选择都要有相应的成本 在国际社会上 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参考和学习的对象了 得益于前期打地鼠式的高强度防疫策略 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 已经形成了对新冠免疫力的鸿沟 考虑到病毒自行寿终正寝的可能性 无疑无疑无疑 我们经受一次感染的大浪潮 可能在所难免 那为什么还要放开呢 因为让人民活下去 才是国家的终极愿望 这三年来 普通百姓太难了 城里的百姓要还车贷房贷 老人病了要去医院 孩子也得上学 这哪一样不需要钱 孙力人不管是种粮种菜 还是养猪喂鸡 最后的目的也都是卖到城里去 挣点心股签 世人慌慌张张都为那碎银几粮 偏偏那碎银几粮能解万般惆怅 由于疫情 道路分控 村庄庆暮 农民们连地都没法住 又怎样才能把操劳一年的粮食换成钱呢 人们眼下越是艰难 对未来就越发迷茫 这种迷茫会反馈到消费上 就又会让我们在中等消费陷阱里 越陷越深 眼下正是第三年的年末 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 我们应当重新审视 病毒对我们带来的影响 这种影响 不仅仅体现在生命安全上 也体现在心理健康和经济价值上 既然要算总账 那我们就不能只看某一点 也不能忽视任何问题的存在 方控当然方便省事 却也容易忽视少数人的需求 而抗疫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死死控住 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着 在早期时 我们的严防死守 让人民的健康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但现如今 病毒的致死率已经成几何级别下降 但它带来的次生灾害 正在毁掉很多人的活路 所以我们要调整思路 疫情逃走的三年 我们没有从头再来一点的机会 但问题是 接下来的三年 还有下一个三十年 我们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复杂的世界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人口太多 抵抗力弱的人群基数庞大 基础医疗设施也不够完善 所以一直步伐缓慢 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家里有垃圾出老鼠的 我们就应该扫清垃圾 抓住老鼠 而不是把房子拆掉 比病毒更可怕的是人心 这人心分为两种 一种是最为听话懂事的普通人们 他们为了抗疫 年年忍耐 一次次的服从大局 他们原本万众一心 同仇敌忾 是要将病毒从人间铲除 但另一种大发国难财的歹人之心 却在瓦解人民的信念 比如前段时间频频爆出的 核酸结果造假事件 他们为了金钱和利润 甚至故意扩大传染 搞乱疫情 所以 继广州取消社会面检测后 很多大城市也都陆续发布的 出行不再查验核酸码的通知 除了个例棕榜 专家们也在纷纷科普 病毒的独立 已经进化到季节性流感的水平 有些甚至还不如季节性流感 大批专家之所以现在站出来调态 我觉得是为了让大家安心 因为那些从疫情中 不断赚取利益的资本们 他们一点也不希望疫情停止 即便他们已经赚到了 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但这种发国难财的人 你也别指望他们会见好就收 所以尽管不断松绑 有些人还是在不断的气候 就比如前几天热搜上的保定疫情 明显就是有人在花钱带节族 还有辽牛网友发现自己一天内明明只做的一次核酸 却有三份阴性证明 有数据统计 三年来 国内有近两万家医学或检验公司成立 其中与新冠检测相关的上市企业有109家 在小编看来 核酸企业就不应该上市 不过现在也不应该一下取消所有核酸点 因为中国太大了 人太多了 想要让所有民众一下达到共识的路还很长 现在还有不少人害怕没有核酸寸步难行 跑去自费做核酸 所以想要达成共识 除了不断的科普 大概各种抗原检测也会陆续走入我们的视线 原因很简单 核酸检测代表的是不断封控 而抗原代表的是自认原则 参考国外 他们就是要求人们自觉抗原检测 居家隔离 等到抗原检测也走下舞台的那一天 说明疫情就真的彻底远去了 接下来有些资本肯定还会继续反扑上演最后的风房 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撑过这一阶段后 这些私人核酸企业的市场将会真正消失 大一三年 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 包括物质上的损耗和精神上的蹂躏 但同时我们也有所收获 包括对当下的珍重 还有对老一辈人的理解 原来所谓岁月都是苦难与辉煌共同编织的历史 所谓人生都是忍耐与奋斗共同书写的传奇 我们也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和书写者 也必将成为子孙的灵路人 行山遮不住 逼近东岭区 各位 世上没有十玄十枚 万物皆有裂痕 那里才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说小历史